在全台湾刮死了一阵新文化运动的纸风车剧团 从民国95年开始是走遍了全台湾的乡镇 晚间他们来到最后一站 在新北市的万里国小画下美丽的句点 熟悉的旋律由陈明璋老师自弹自唱 这可不是选举造势晚会 而是纸风车剧团最后一场巡回演出 纸风车剧团刮起的儿童艺术旋风 五年前开始全台走透透 终于走完319个乡镇 来到新北市万里国小 由纸风车剧团带来的纸风车幻想曲 包括舞蹈 偶剧 黑光剧 配合逗趣的故事鼓励孩子勇敢冒险 纸风车最后一场演出 现场挤满粉丝 蓝绿正坛要角 蔡英文 吕秀莲 肖万长 朱立伦 也纷纷出席参与 共同见证这场历史五年的 艺术文化之旅 三天新闻综合